据台媒报道 因岛内疫情升温造成恐慌性压买重挫台股 盘中一度崩跌1417.86点 创始上最大盘中跌点 中场收跌680.76点 为收盘第二大跌点 留773.1点长下阴线 成交值新台币7727.72亿元 再创新天亮 随着岛内疫情不断升温 台湾地区流行性指挥中心指挥官城市中 市井疫情非常严峻 近日可能升到第三级警戒 因此消息已出 随即引发市场恐慌性压买杀出 报道称台股重要全职股 今天几乎全面下挫 台积电盘中一度下杀至518元 西台币重挫53元 创今年新低价 联发科与鸿海等全职股股价也纷纷下挫 电子类股指数收跌2.95% 传统产业与金融类股也无法信念 同步重挫 各类股指数跌幅多于3% 金融类股指数跌5.27% 玻璃、制造与航运类股 指数更跌于9%